Hello 大家好,我是馬友 我是你的時尚趕密 一年一度,都一定拍片說MAD GALLA 已經說了兩年了 如果想看之前,就可以在這裡看 你覺得今年的MAD GALLA如何? 等等,在這裡想宣布一件事 你猜我想宣布什麼? 當然是一些開心事 是啊,沒錯 真的三重就已經在一天開完之後 全部sold out 真的很開心,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言歸正傳 說回MAD GALLA吧,你覺得今年的MAD GALLA如何? 我覺得因為上年停了一年 所以今年的期望會比較高 我想問今年的主題是什麼? 關於美國風格的 趁這個機會,我有點想說一下 因為我收到很多朋友的訊息說不明白 不知道別人穿得怎樣 原本要解釋一點就是 為什麼有MAD GALLA這件事呢? 因為他要幫Gallery籌款 每年的DEM是為了展示而生出的 今年MAD GALLA的主題就是 American Independence 我們先說幾個我喜歡的 第一個就是GRIMES 我覺得GRIMES這個look是一位我最喜歡的 完全不同意我看來 不是不同意 Iris Van Herpen的衣服也很漂亮 我覺得Iris Van Herpen很棒 因為我不知道亞洲有沒有看過 Hebe穿一個Iris Van Herpen 很漂亮,好像仙女一樣 我覺得Iris Van Herpen其實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品牌 她的衣服 Girly的可以穿得很Girly 很有型也可以穿得很有型 我覺得GRIMES是做到一個很有型的感覺 她配上一個Metallic的口罩 加上一把劍 補道位 而且她的髮型也做得很好 我覺得用了一些類似鐵的材料 去捆了她的邊 就像我當年王菲的髮型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第二個我喜歡的look就是 不知道她的名字 怎麼說 Hunter Shaffer Hunter Shaffer 這個衣服 不不不就,帥、帥、帥 我真的覺得帥 我不知這個 是真心形 我覺得Metallic層出不同 挺厲害的東西都見過 我覺得已經到一個level 你不是說穿很漂亮的衣服就可以了 真的要很多東西配合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個衣服也會令人隔了很多年都會記得 她帶了一個白色的Corn 有個蜘蛛 她穿這套 Prada也是很有歷史 因為是1999年的Spring Collection 這個C珠是來自於... 怎樣? I can't... Evangeland Argelodur 的這個品牌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okay Mix 你現在沒有它 我這個翻版的Valentino 這是什麼? 紫仔的 對,你自己弄到這個 好,接著有下一個look 我也是很喜歡的 Candle Jenner 前年就是穿Visace 那個很漂亮 Customer Visace Candle Jenner的這套衣服 就是來自Givancic Inspired by這個Oderica Pink In My Fair Lady的一個look 很漂亮 而且它的衣服也非常漂亮 你有什麼評價? 你說一下 評價就是 我很不想喜歡 但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很喜歡 因為這件衣服很boring 它不是boring 做得太多次了 這些透明衣服再加紫色 但是這個故事覺得很特別 就是Audrey Hepburn 以前都是穿Givancic的東西 而且這部電影 九成都是Givancic幫他做的 就是現在的Current Head Designer 我們一起做這個 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我覺得點綴位是 擠到胸這個形狀 就是胸型是整件衣服的重點 可以這樣說嗎? 我覺得是 Go for這個Style 找他穿在一樓 找其他人穿很容易 很漂亮 Oh my god 然後是我的Favorite Troy Safan 很棒 這個完全我想我自己是這樣的 非常有型 Troy Safan穿的這一套 是來自於Altussara的新品牌 而且它的珠寶是戴著Cartier 它在一個Red Carpet上穿了這條黑色的裙子 配搭了一對黑色的高跟鞋 很高的Platform Rick Owens Rick Owens來的? 嗯 我喜歡它的手臂加了一個 Leather Bracelet 球 它去廁所的造型很棒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 100分 好 下一個就是Kaya Gerber 穿的這套Oscar de la Ranta 它這套裙子是 Inspired by Bianca Jagger 1981年在McGallard穿的一條Dior裙子 你覺得怎麼樣? 很漂亮 很簡單 我覺得有時候簡單也是對的 非常好 然後 這也是我的最愛 剛才說到 其實你多漂亮的裙子都出現過 那你怎樣可以做一些人沒看過的東西呢? Ding Kym Kardashian 你自己喜歡嗎? 我覺得我看到 那個反應是 蛤?這樣的 10個問號這樣的 但是我是一個 Balenciaga和Demna的鐵粉4分 他真的看不到東西 是嗎? 我以為他有些沙子會黃 他說他要放得很近 他才能認出鏡頭 自己的妹子他都認不出來 Gigi Hadid 穿的這一套就是 Custom Made的Prada 這個就是他們的 Interpretation Old Hollywood 都是美國的 Old Hollywood 也是 Hollywood是 Culture 很重要的 很漂亮的 我覺得他有一個Prada的 白扣在頂上 都很配合他的髮型 又是那一句 我通常都是 一個Prada和Raf的鐵粉 但他們通常的紅地址 我覺得很麻煩 但這個很不錯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些 我們不是特別喜歡的裙子 Timothy Chalamet 其實我也想知道你那些 有些人超級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致敬Converse Converse 是美國的 但有些人就覺得 紅地毯穿到這樣 很不Polish 我只是說 我看過他穿得更漂亮 我不是特別有Feel 這套 他剛剛Vennes影展 那套超級漂亮 他是一個黑色 豬片Hider Ackerman 但那些豬片很小 打光才會閃 好,下一套 Sierra 就穿了一個Custom Made的Dundas 你覺得呢? 也是有一段鼓 但不是特別喜歡 說一段鼓 你聽聽吧 Gaffrey Breen是一個很重要的 美國歷史設計師 他是第一個做這些 豬片的 Football Shirt 幾多年前呢? Tom Ford有做過 Tom Ford有做過 Beyonce有穿過 沒錯 然後現在最新的版本 紅地毯就是Peter Dundas 因為他老公也是 這些Football Player 就是這個Number 他帶了他的老公 就是NFL戒指 就是很多鼓 I don't really like 我覺得不是很漂亮的 因為我覺得這套衣服 如果你上台表演 沒有問題 是很漂亮的 但如果是Mette Gala 還要Sierra 身材這麼好的女生 穿這套很浪費 好,接著就是Kristen Stewart I mean 很悶啊,總之又不知道 好,下一套 Rose 我覺得這套衣服很漂亮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非常漂亮 但不是Mette Gala 而且他好像穿過了 Rose是不是真的穿過這套衣服 有的 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是這個look 像是你會很喜歡的 不是Mette Gala 但這套衣服很不錯 拍一個Billy Eilish 你覺得什麼? 我不喜歡的 網上的人都喜歡的 真的嗎? 我不喜歡的 為什麼?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他的髮型 這套衣服是來自Oscar De La Renta inspired by 瑪莉蓮夢露 不是,我覺得是這樣的 他想玩不同風格 風格 風格 又是一首套Hollywood路線 很高貴 很高級 很高級 他自從剪了這個髮型 是不喜歡的 我覺得這套衣服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其實 I mean... 唉 Billy Eilish 下一個就是 Jennifer Lopez Raph Lauren 我覺得J-Lo不可以再用這一招 露這裡露腳 露 你明白嗎? 但他整個四十幾五十歲 還有這個body 真的挺厲害的 這個body是很正的 但他可以去一些新穎的位置去露 那些cut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真的好像任何一條他穿的裙子 有時候有些看法就是沒有評論 I don't hate it but I don't love it I don't hate it 然後下一個了 這個被人彈到爆炸 怎麼讀他的名字 Hailey Steinfeld 也是穿Iris Van Herb 首先我看了很久都認不出他 還有條裙子 條裙子又沒有什麼 是整個styling的裙子 是他的妝頭所加起來 I mean... I don't know why It's just not nice CL Alexander Wang 形狀又不漂亮 而且他這套本身 Underwear好像evening wear 他穿的 就是做不到那個效果 而且美國人不是很 dislikeA-Wang的嗎 最近有些... 性丑蜜 我覺得是分得開的 我也很喜歡A-Wang 然後這衣服都是... 不然是一個是你的 發生了新聞之後 也是有A-Wang的 我沒有 但是我都... 停了一會兒借了 但都借回了 但我還是覺得這套衣服 CL穿是可以再有多些驚喜 好了來到最後了 Little Nas X Versace本身Zendaya的armor 已經做得太多了 Little Nas X他是穿了Versace 美國那麼紅的美國歌手 但他反而選擇 沒有選到美國的一品牌去穿的 他就一開始第一套到場的時候 就穿了一件很巨型的浴袍 除了之後就是一個盔甲 然後他最後就是變成一個... BODY SUIT 這樣的一個物體 可能除了一件袍裏 裡面是一個盔甲 嘩!很驚訝啊 但是... 不是真的很驚訝 我好不喜歡這雙鞋 對,這雙鞋是超不漂亮的 不過他挺有心機的一個位置 當他除了盔甲的時候 連雙鞋都不同了 Anyways,I'm surprised you did not mention Rihanna Demna 哦,對哦 為什麼? I loved it 是否你的最愛? Not my favorite,but I love it 跟很多人這樣聊 他們就覺得因為是Rihanna 所以才可以 但我其實覺得 我很喜歡Demna這件 Parka再加Couture 在一起的衣服 我覺得很漂亮 Rihanna選擇的選擇很好 因為他曾經是最厲害的人 因為他再去的時候 他沒有需要去鬥 但是是另一種厲害 對 你不會覺得很性感啊 很爽 不是那些 今天分享了我們對Meggala的 不同looks的感覺 你們有沒有你們的最愛? 有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like,subscribe,comment 我們現在身處在鴛鴦百貨 大家可以去IG看看 或者過來深水埗看看 好啦,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